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我愛丁堡蘇蛇 今天去一間中學見工 我想大家為我閘閘氣,打打氣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在蘇格蘭 在做事應和超級市場助理 但一直都很想找回一些 和自己香港教學相關的工作 這次雖然工作不是一個教學的職位 但我相信都是踏入校園的第一步 所以我希望能夠得到這份工作 和能夠看看蘇格蘭學校的情況 有人說如果你出街的時候中了爵士 那天應該很幸運 我想我今天應該是非常幸運 因為我整架車都是爵士 因為昨天拍車的時候 就拍了在樹底 一出來的時候就看到 哇,多震撼,你看 所以我今天應該是很幸運的 一會兒面試完畢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感受 我會繼續努力的 我不會覺得這個位置就是終點 繼續向著自己的目標進發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嘩,真的超級緊張 超級緊張 剛剛就剛剛完成了這個interview 一個男士,一個女士 進去的時候就叫我自己介紹 然後就問了我大概五至六條問題 內容都是問你如何把過去的工作 可以轉化成一個新的工作 其實這個工作的崗位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學校支援助理 講個名字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要看資料才知道是什麼 其實很多不同種類 對呀,有少少像 就是school office做的事情 又有少少像一些teacher assistant做的事情 又有少少像一些工友要做的事情 又或者,總之不同的集行 都有機會要碰到 都有機會要去涉及去處理 但我很開心的就是他問回起我 一些怎樣去面對過去工作上的困難等等 我都可以用回在學校裡面的一些工作的經驗 又或者是曾經處理一個音樂劇的一些情況 去講到 我猜我應該講到一點點 接下來下午還有幾個人去面試 我也不知道情況會怎樣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覺得對於我來說 都是賺了的了 那賺了的位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可以入到蘇格蘭的一間中學裡面 去體驗一下 以及跟他的business manager 以及他的staff去聊聊天 第二就是 對於我自己來說 都是一種的move on 如果我是繼續做超級市場 我繼續去做適應的話 中期一生我都會繼續在超級市場 或者是餐廳裡面去工作 那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我自己最感到滿足 最快樂的工作呢? 是不是就此停步呢? 是不是就叫做有基本的收入 於是就放下自己的夢想 放下自己感到passion的一些地方呢? 就是戲劇 就是跟戲劇相關的東西 那現在雖然不是完全是一個戲劇家的教學 但是我相信能夠有機會的話 進入到這個學校之中呢 都是能夠認識到蘇格蘭愛丁堡的學校的場景 以至到都會驅使我去走人生之中的可能下一步 那下一步是什麼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是真的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個階段 可能餐廳和超級市場的工作呢? 我自己都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他們其實都很好 也都令到我的 無論是講英文或者聽英文 其實都有很大的 我覺得是進步 那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都是要move on move on的時候當然都是會 不知道怎樣的 又要再有一個的找工作之旅 又或者是 都要接受一些不同的interview 但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的 人生就是要不停地 向著自己喜歡的東西去進化 是吧? 你看看我的頻道 你都知道 很多的朋友 都是喜歡姜濤 是吧? 那你也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是吧? 那當然我也是喜歡姜濤 我也是在做喜歡的事 而同一時間如果在工作上面 能夠和我自己的背景 或者能力經驗 能夠更加之貼近的話 可能又令到我會 在工作的滿足感上面有更加多 還有我相信 對我兩個小朋友來說 都是一個示範作用來的 就是說 不要那麼快就去settle 不要那麼快就去停下 你在不同的場景裡面 你能夠學習到不同的東西 而去到某一個時間的時候 可能也是時候要再去move on 那move on 那麼 向著哪條路走呢? 就當然是你喜歡做的事 那我當然是 第一喜歡做是演藝事業 但在現在蘇格蘭的場景裡面 我除了youtube 能夠和大家分享 看到大家去廣東廣西之外 不容易在這個藝術工業裡面 去進入到那個場景 而第二的就是一個教學 特別是一個戲劇相關的教學 但是很有趣的 當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不是說你想做那樣東西 就馬上給到你 那你也要去適應 去調節 還有想一下 有什麼情況 讓自己能夠更加進修 以至到可以達到 本地的一個標準和要求 我也很理解 很明白的 所以 很快很快就知道消息了 這一兩天就知道消息了 那我叫大家集氣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定要拿到這份工呢 我又覺得不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拿到的話 那當然可以令到我 可以認識更加多蘇格蘭的 一些不同的工種 但是拿不到的話 都不會停止了我繼續去追求 就是下一步 或者是去尋找我人生之中 更加多的可能性 對不對 因為人生真的是 話長不長 話短不短 那是不是去到六十歲 六十五歲之後 我都是沒有遺憾 是不是沒有後悔 就是視乎我現在 怎樣去過我的時間 那今天不和大家講那麼多了 有消息的話 立即通知大家 可以的話 在個留言那裡 為我打打氣 好嗎 希望能夠祝蘇蛇 今次見公 能夠一切順利 如果他就算 未必會請我 都希望他見到香港人 是真的有一種堅持 堅毅 勤奮 努力 永不停步 在生活之中 每一個崗位裡面 能夠做到最好 希望 我能夠給到 這種的感覺 就是蘇格蘭的 這兩位 校園的一些職員同工 是的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再一次多謝大家 是的 連我自己在這裡 講自己的工作 你都願意聽 那在這裡 真的衷心地多謝大家 好 那我現在要回去洗車了 為什麼洗車呢 因為 我的車 外面是被一些 爵士包圍住的 我眼前已經有一堵 很大堵了 是的 我要去處理了 那我有機會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拜拜